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再念下一段38到40节 请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各位人生在世 不管你的种族 血缘 或不管你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即便你是一个皇帝 总统 或是你今天只是一个路边的乞丐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件相同的事 是我们都要面对 都无法逃避的 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死亡 对吗 死亡是我们都要面对的 即便现代的医学科技很发达 也顶多只能延后这件事情的发生 有时候你在加护病房里面看到 就是用呼吸器在维持的生命 未必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 而且最后仍然终归一死 面对这一天或早或晚的来到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要如何的面对死亡呢 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牧师 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干嘛去想呢 等那一天真的接近了再说 问题是我们有人可以掌管死亡吗 你可以确知你在过多少年 多少日子以后那一天才会来到吗 我没有人可以知道 那不是我们可以掌管的 所以既然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 我们反而应该要更紧早的去思想 因为我们怎么看死亡 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 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今生所做的决定 所以它是会影响我们今生做的决定 所以你要不要早一点去思想去面对 是需要的 你如果不去思想 只是一种消极逃避的鸵鸟心态 而且你不去思想 某方面来说 你是不是也做了一种决定 你还是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随波逐流的决定 而你要知道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 事实上是受到了 儒家 道家跟佛教这三方面的影响 对吗 这是我们华人传统事实上 多少都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 我有上网去查一下 对儒家来说 他们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今生 他们比较没有去探讨死后的状况 对于死后灵魂归向何处 儒者们自己的看法也都是不太一样 就算是至圣先知孔子 他相信有鬼神 他也强调进鬼神 而什么 远之 对吗 进鬼神而远之 儒家重视的是人不是鬼 是生不是死 所以孔子也有讲过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未知生 焉知死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今生 儒家强调我们人应该在专注在今生 今生的目标是要去追求那个道德 他说甚至有一种状况 在一种某种情况下 你为了要实现崇高的道德而死 他说这是必要也是应该的 而当我们为了这个实现崇高的道德 而牺牲生命的时候 虽然他的肉体死亡了 但儒家强调他的精神就会怎么样 长存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知道儒家所谓的不朽 不是指的人灵魂不死 而是当人一个人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 而牺牲生命的时候 他的那个精神意义会长存下去 这是儒家强调 而道家 我们知道古人讲什么 修道炼气 对吗 道家很强调那个气 对道家来讲 当人死的时候 你的肉体虽然规矩无有了 可是他说你的气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当人死的时候 就从那个有形的肉体 转成那个无形的气 融入到大自然当中 成为环绕在我们身旁的气 这就是道家认为的一种永恒的方式 所以他说当我们这样去理解 当你理解到你的亲人死亡 他不是不知道去哪里 而是变成一个气环绕在你的周围 事实上可能是跟你更加的亲近 他说如果你能有这样的理解 你就能够消除对亲人死亡的悲伤 也能够消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而佛家认为人的生老病死 不过是生命现象的轮替 不代表生命的结束 所以佛教会称死亡是什么 往生 认为这一生的死亡 往生的意思就是进入另一生的开始 进入另一生的开始 所以要大家学会看淡生死 然后佛教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有六道轮回 那你到底会投到哪一道 那完全看你今世的 你的作为的好坏来决定 各位我们是不是或多或少 我们的传统都会受到这三方面的价值观影响 而这三种价值观事上都有一个共通点 你知道就是要强调 要靠你个人自己在今生的努力 你要努力的追求道德 努力的行善 努力的修行 不断的努力努力努力 这样我们才可以有依选 好比你考试 你知道六十分叫及格 所以你就知道你一定要超过六十分 是不是这样 五十九分叫什么 不及格 我们都希望有个标准 但问题是 你努力的标准在哪里 你这一生拼命努力的行善 就可以保证你今生都不会遇到任何苦难吗 那如果你还是遇到苦难 某方面就可以告诉你说 因为你今生努力的还怎么样 不够你上辈子欠太多了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那标准在哪里不知道 而对于死后 到底去向在哪里也是不清楚 各位就像儒家讲的 就算你像儒家讲的 你真的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而死 你想到死后有人会纪念你 真的有多少人会纪念你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吗 不知道 你想到有人可能会纪念你 你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而死 你就真的因此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吗 又或者是你像道家讲的 你想到死后你可能变成气 环绕在你所爱的亲人周围 可是问题是这个气 也没有办法跟他亲人 你活着的亲人有任何互动 对吗 那这个气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也不知道 你会因此对死亡释怀 不再害怕面临死亡吗 各位世上你只要看看传统的上礼习俗 是不是总是要找一些和尚 总是要找一些法师来什么 念经做法超度王者 对吗 为什么要去找这些和尚法师来念经做法呢 那些在人死后要进行的这么多的这些仪式 背后表达出的是什么 我们总是担心我们过世的亲人做的还不够 对吗 我们总是担心还不够 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所以我们只能找法师 只能找和尚来念经做法 希望他可以去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但事实上在表达的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做够了没 而且到底去哪里你也不知道 而且如果你是自己是面对死亡的人 假设你自己知道你离死亡不远 你觉得一个面对死亡的人 会想着他过去做了那些丰功伟业 然后他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 是这样吗 对一个躺在病床上快要死的人 你觉得他有心情去想那些吗 没有 事实上反而你常常看到 很多在面对死亡的人 想的是他生命中的遗憾 对吗 常常想的是他生命中的遗憾 我最近刚好看到天下杂志有一篇文章 是苹果的创办人斯蒂夫·贾伯斯 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对吗 他的女儿所写的一篇文章 从他女儿的角度来看这个 我们认为颠覆世界的传奇人物 那个文章里面写到 斯蒂夫·贾伯斯跟他女儿 有十年的时间都不联络 也不收email 也不回电话 他们父女之间有什么状况 我们不去深究 但当贾伯斯厉害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简讯给他的女儿 希望他的女儿来看他 他女儿就去看他了 斯蒂夫·贾伯斯看到他女儿 讲的话是说 他主动跟他讲说 你小的时候 我陪伴你的时间不够多 他说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你看斯蒂夫·贾伯斯想到的 是他发明几只iPhone吗 没有 他想到的是 他生命中的缺憾 对吗 他没有好好地陪他女儿 他们父女之间有一些交谈 谈到过去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有一天晚上 斯蒂夫·贾伯斯又把女儿找来房间里面 他女儿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 斯蒂夫·贾伯斯 带着情感 带着情绪来对他说话 吐露情感的话语 他说看到斯蒂夫·贾伯斯 已经哭得全身赞抖 对他说 我真希望能够回到过去 我希望可以重新来过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能做什么呢 真的已经太迟了 各位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 斯蒂夫·贾伯斯 我想从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 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对吗 可是你看到 当他面对死亡 他想到的是他对他女儿的亏欠 对面对死亡的贾伯斯来说 那是他一生的丰功伟业 都没有办法弥补的 那么人要如何面对死亡呢 各位我们需要从圣经中来寻求 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 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 面对死亡要有的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 存着信心死的 跟你旁边说 存着信心死的 什么叫做存着信心死的 或是如何才能够存着信心死的呢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要厘清一个问题 我们先回到经文来看 这边告诉我们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各位你如果读到这里 看到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你这样看起来 会不会感觉有点悲情 因为你没有得到 对吗 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那不是有遗憾吗 对不对 那好像带着一个遗憾 好像我这一生的努力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最后你没有得到 各位我们首先要明白 这些人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并不是悲情 他在那边讲这些人 一定是西伯来书上面 讲到的人对吗 那他到底讲到哪些人呢 你如果去看 讲到了亚伯 以诺 诺亚 亚伯拉罕 撒拉等人 我们可以一个来看 亚伯是人类始祖 亚当跟夏娃生的第二个儿子 他被他哥哥该隐所杀 希伯来书对亚伯的描写是 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 却因着信 人就说话 这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 亚当生的第一个儿子 长子 该隐是个农夫 第二个儿子 亚伯是个牧羊人 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都去向上帝献祭 该隐就是拿他田中所收成的那些农作物的土产 可能随便拿一些经文并没有提到有什么特别 就是拿一些去献祭给神 亚伯不一样 经文特别有强调 亚伯是把他羊军中投身的羊 跟羊的自由献上 你知道那代表什么 亚伯是把他所拥有最好的献上 所以结果是什么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跟他的祭物 你想想看该隐是长子 就献祭上帝看不中他的祭物 他会觉得颜面尽湿 丢脸 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嫉妒忿怒 大大的发怒 他也没有听上帝对他的劝告 任凭那个负面的情绪发酵 最后就是有一天 当他跟亚伯两个人在田间的时候 该隐就动手怎么样 杀了亚伯 亚伯被自己的哥哥所杀这 当然是一个意外的悲剧 可是你要知道亚伯生前 他算不算是一个成功的牧羊人 他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牧羊人 而且他凭着信心献上自己所拥有最好的祭物 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 有这边告诉我们 他的献祭证明了他是一个义人 得到称义的名证 他的礼物也得到了上帝的赞许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节经文讲 当时是人类才刚开始堕落的时候 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非常的紧密 你看那时候该隐发怒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 是上帝亲自去对该隐说话 对吗 上帝亲自去对他说话 劝他 叫他不要被罪挟制 该隐杀了亚伯之后 上帝给他的惩罚是在世上流浪 该隐跟他讲说 你给我的惩罚太重了 你知道上帝还会该隐 在他身上立了一个记号 保护他 你看对犯罪的该隐 上帝有没有很疼惜 上帝都这样的疼惜 更何况是对称义的亚伯 亚伯可能没有想到会被哥哥杀 但是我相信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不会对他的一生感到淫害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 他已经得了什么 称义的见证 对吗 第二个人是以诺 他是亚当夏娃第三个儿子 赛特的直系子孙 他也是早期的人类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以诺是很特别的 他是圣经上唯一记载 不经历死亡的人 这边说他在被上帝接走以前 已经被认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 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怎么样 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在人世了 所以你看到以诺在世上的时候 跟上帝有没有很亲密的关系 与神同行三百年 而且你注意到 以诺不是躲在山上 不停的进食祷告 才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是怎么样 生儿养女 对吗 那是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 他成家 他生小孩 养育小孩的过程中 他都怎么样 与神同行 各位他过的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对吗 跟你旁边说 正常人也可以与神同行 各位你不需要躲到山上 进食祷告才能与神同行 阿们吗 正常人可以与神同行 你生儿养女与神同行 感谢赞美主 所以你知道当 他被上帝接走的时候 他的儿子都已经长大 结婚生子 连孙子也长大了 你觉得当以诺被上帝接走的时候 会觉得悲情遗憾吗 不会啊 第三个人物是挪亚 他是以诺的真孙 在希伯来书11章7节讲到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当挪亚的时代 圣经上形容那时候 人类的罪恶很大 终日思想的都是邪恶 地上充满了暴力 上帝对这个非常的伤心 就决定要把他所造的万物 都从地上除灭 可是在这样一个罪恶很大的世代 你注意到圣经上对 挪亚的形容是什么 创世纪第六章说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是个什么 义人 而且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什么 完全人 挪亚与神怎么样 同行 是不是跟以诺一样 与神同行 挪亚在那个时代 是不是有活出一个分别 它是不一样的 上帝指示挪亚造一个方舟 然后在挪亚六百岁生日那天 兴起大洪水的审判 除了挪亚 他的妻子 他的三个儿子 三个儿媳妇 以及上帝预先召来 一对一对进入方舟的活物之外 其他没有进入方舟的 生活在地上的动物 生物通通都死光了 当大洪水退去 方舟里面的人跟动物出来 挪亚的三个儿子 跟三个儿媳妇 生下的后代 就成了我们现代各民族的始祖 各位你想想看对挪亚来说 他在经历那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审判之后 他蒙上帝的保守 他一家也蒙上帝的保守都存活下来 他看到自己的子孙开枝善也 你觉得当挪亚面对死亡的时候 会有悲情吗 他应该是充满着感恩 对吗 他一定是充满着感恩 最后是亚伯拉罕和撒拉这对夫妻 当年上帝呼召他们 从两河流域的吾尔出来 要去到巴勒斯坦 那时候称为迦南地 那里寄居 上帝有跟亚伯拉罕立约 说要将迦南地那里的土地 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而且告诉他说 你的后代子孙要像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那样多 在希伯拉罕有讲到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当时亚伯拉罕 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对吗 他来到迦南地 已经大概75岁了 他一直在迦南地上 当个寄居的人 一直到他99岁 各位已经过了24年的时候 上帝才再次的应许他 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加拿那个 撒拉要生出一个儿子来 可是当时撒拉的月经 已经怎么样 停了 所以当撒拉在帐篷里听到 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 他的反应是什么 偷笑对吗 上帝还指出来说你偷笑 他还说我没有 上帝说不你确实偷笑 你看被上帝抓到还在那边狡辩 可是上帝有没有信实的成就 有 就在亚伯拉罕一百岁 撒拉九十岁那年 他们真的得到了独生儿子一杀 所以希伯来书说 因着信 连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心那样众多 海边的撒那样无数 当然当亚伯拉罕跟撒拉死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还是只有 这一个独生儿子以撒 对不对 并没有看到只顺像天上的星星 海边的撒那样多 在土地方面呢 除了撒拉死的时候 亚伯拉罕有跟当地人买一个山洞 作为埋葬他妻子尸体的墓穴之外 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迦南地的土地 但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 是 你要知道记载他是一个大富户 他是一个有钱人 牛羊牲畜多到不行 而且他被当地的人认为是一个尊大的王子 对吗 都很尊敬他 他跟妻子唯一有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孩子 这件事情上帝有没有成就 也成就了 是在他们觉得不可能的情况底下 怀孕生下了以撒 所以你想想看对他们夫妻来说 当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会有悲情跟遗憾吗 我相信也是充满的感恩对吗 西伯拉罕十一章后半段 又补充了很多圣经 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人物 我想不需要每一个都拿出来讲 但重点是什么 这些人在世上的时候 虽然是讲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可是你要知道 绝对不是活得很悲情很可怜 相反他们在世上的时候 他们都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 他们经历到丰盛的恩典 而且他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人 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啊 他跟他妻子逃避饥荒来到埃及 他怕他妻子长得太漂亮 人家把他杀了 就跟他妻子讲好 跟撒他讲说 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要说我们是兄妹 你看是不是很诡诈很软弱 躲在太太后面 可是上帝依然祝福他 对吗 上帝依然使用祝福他 超过他们所求所想 所以各位我们先要明白这一点 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不代表他们很悲情 不代表他们带着遗憾 相反的 他们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恩典 他们虽然软弱 却蒙上帝祝福使用 超过他们所求所想 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们世上都是带着一个感恩 他们已经充满着感恩 那么什么是纯着信心死的呢 如何才可以这样呢 经文让我们看到 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 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在世上 是客履寄居的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四节那边讲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履寄居的 说这样的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什么 家乡 要找一个家乡 新谱记忆本把它翻成 人说这样的话 显然是期盼拥有自己的什么 家园 十五节讲到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所以你知道这里的家乡 指的是一个 你想要回去的地方 对吗 简单讲就是你的家 你想要回去的地方 有的人可能是未婚 跟你的父母同住 有的人可能你是结婚 成立自己的家庭 各位家代表什么 家在属灵的意义上 代表的是一个归属感 代表的是一个归属感 可能是你在一整天 辛苦的工作忙碌之后 你会想到回到家里面 那是一个你可以安歇的地方 对吗 你可以放松 你可以安歇的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家子的不是那个硬体的建筑物 对吗 而是因为在那边 有你所挂念 所爱的家人在那里 所以你会想着赶快 把眼前的事办完 然后就可以回到家里 跟家人怎么样 在一起 对吗 那是家的感觉 家人的忧愁快乐 是不是也互相分享影响 家代表一种归属感 当然随着现代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生活的步调节奏越来越快 我们社会也开始变迁 我们也变迁 从大家族转变成小家庭 后现代人也越来越强调自我 坦白说 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对家庭的观念 有的也越来越淡保了 虽然还是有个家 可是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家人之间的关系 是疏离跟冷漠的 对吗 是疏离跟冷漠的 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可能你在外面 一整天的忙碌之后 回去所谓的家 真的就只是一个冰冷的房子 甚至还有可能更糟糕的是 你要面对的是 那些家人的负面情绪 对吧 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对现代人讲 有时候讲到家 不是你想回去的地方 有时候是你想逃离的地方 各位 事实上当人犯罪远离上帝之后 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都像是杀了亚伯的该隐一样 上帝给该隐的惩罚 就是在这世上流离飘荡 找不到鬼属感 家人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变得疏离人磨 我们跟人的关系 为什么出了问题 各位你要知道 那个根源就在于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但不管社会如何的变迁 人的心总是在寻找一个 真正的归属感 我们在这世上一直寻寻觅觅 想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属感 一直找不到 一直到有一天 我们遇见了耶稣 我们经历了上帝无条件的爱 我们才真正的找到了那个 被接纳的归属感觉 各位所以相信耶稣 事实上在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就是踏上了一条回家的旅程 真正回家的旅程 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怀抱 跟你旁边说 我们在回家的旅程上 信耶稣 我们就是回到了那个创造我们 爱我们 拥有我们生命意义的上帝 我们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只有在上帝的无条件的爱底下 我们才真正的找到那个归属感 对吗 你会有一种真正被接纳 被归属的感觉 我们都踏上了一条回家的旅程 这是从属灵方面来讲 而从物质方面来说 各位你要明白 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一切 不管是再多的钱 再豪华的房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都是没有办法带走的 只能留给还活着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我们真的像这些经文讲的 我们是客旅跟寄居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外地旅游 或是你到外地出差 不管你住的是几星级的饭店 就算你住到六星级的饭店 各位你也只有使用权 对吗 我们可以按照饭店的规定 享受饭店的设施 也许你可以去泡汤 你可以享受美食 你享受在那个当中 但是当退房的时间一到 我们就只能怎么样 离开 你不能带走饭店任何设施 你不能说这张床 你睡得蛮舒服的 就把这张床带走了 是这样吗 你不能带走 你没有拥有权 因为我们只是什么 客旅 有住进来的一天 也就有什么 离开的一天 各位这正是像我们的人生 我们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上 终有一天 我们也要赤裸裸的离开 所以不管从属灵 还是物质的角度来看 各位我们都必须承认 我们是客旅跟寄居的 你要明白 我们真正的家 不是在这个世上 正如同西伯来书 十一章十六节讲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什么 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什么 一座城 各位跟你旁边说 我们要羡慕那更美的家乡 阿们吗 那个是你在世上找不到的 那是上帝为你预备好的 在天上更美的家乡 阿们吗 阿们正踏上那个回家的旅程 对相信耶稣 蒙受上帝恩典来说 我们明白 自己有一个真正归属的地方 就是上帝在天上 为我们所预备的家乡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承认在世上是什么 客旅寄居的 第二个 你要相信神预备了更美的事 是这世界给不起的 希伯来书接下来列举了 一堆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人物 他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软弱 但是他们都在他们人生的 一段时间当中 被上帝使用 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如果你去读 你会发现里面甚至有妓女 希伯来书11章31节说 妓女喇合因着信 成和和平民的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所以各位当我讲到使命 你不要以为 一定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你这里看到妓女喇合的使命是什么 和和平民的接待探子 那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 来到约旦河东岸 准备要渡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他是不是先派两个探子 去约旦河西岸 第一个大臣 耶利哥臣去探查 那两个探子就是来到 妓女喇合的家中 妓女喇合是不是保护他们 不被耶利哥王派的人抓到 是不是这样 他做的就是这件事 而在其他的人当中 他们有些人也遭到很多艰难逼迫 希伯来书说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 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 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受穷乏患难苦害 虽然面对着不同的艰难 但希伯来书最后用一句话 来总结这些人 就是十一章三十八节讲的 这些人是 本事世界不配有的人 各位什么叫本事世界不配有的人 他们在上帝脸中是很烂还是很好 当然是很好啊 好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 各位什么叫这世界配不上他们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十一章三十九节说 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是不是跟前面一样 还没有得到所应许 还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 要赏识给他们 我前面有讲过 这不是悲情对吗 他们在世上的时候 一样有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 他们虽然有软弱 但依然被上帝使用 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祝福的器皿 各位既然他们在世上的时候 都有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 但这边却说 他们还没有得着上帝所应许给他们 你知道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他们在世上的时候 上帝所赏识给他们的 只能算是上帝要祝福他们 赏识给他们当中的 前菜而已 各位跟你旁边讲 你只尝到前菜而已 上帝要给你的主菜 根本还没尝到阿们吗 你只尝到前菜而已 各位上帝要赏识给他们的主菜 也就是上帝真正要祝福他们的 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 这个就是这世界 配不上他们的真正的意思 各位 那个祝福既然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所没有办法提供的 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 是什么样美好的事物 经文中有提到 为着得着更美的复活 所以那肯定是 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使人复活 永恒的生命有关 你如果去看整本圣经 在不同的地方 用了很多的形容 来说明那个美好的祝福 好比说在哥林多前那边 有讲到说 这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或者是谁要插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孤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怎么样 过去了 看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应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各位为什么以前的事 不再被纪念 不再被追想 因为现在领受到的祝福 太美好了 对吗 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用去 想以前那些的 所以各位 不管你在这一生 你经历到什么样的苦难 经历到什么样的患难 当你在永恒当中 领受上帝 真正要赏识 给你的主菜的时候 你知道你会欢乐到 你根本不想去纪念那些事情 自动都忘记 因为太美好了 而这样美好的祝福 各位不是只有希伯来书 那些人才能得到 而是希伯来书 十一章四十节讲的 因为神给我们 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怎么样 完全 各位圣经中这些人物 事实上是跟我们一样 性情的人 上帝的心意 是要他拣选的 每一个敬畏 信靠上帝的人 也就是我们相信 耶稣是主跟救主的人 都要得到上帝 所预备这美好终极的祝福 没有一个人是会被遗漏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怎么样 完全 对吗 跟你旁边说 没有人会被遗漏 我们都会得着 阿们吗 这是我们要有的价值观 你要相信神为你 预备了什么 更美的事 是这个世界 所没办法给你的 当你有这两个价值观 你常常去思想的时候 你可以活出一个 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 存着信心思的 有人可能会跟牧师讲 牧师这两个价值观很重要 可是有时候 你知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一点恐惧 这是人之常情 对吗 牧师要告诉你 信心会有一个成长的历程 各位我们的信仰 讲的信心 不是你的自信心 OK吗 信心是神所示的 信心是神所示的 只要你相信耶稣 继续的相信下去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主 你的信心 一定会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不断的成长跟突破 各位好比我们刚才提到的 妓女喇合 我们来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信心 她说我知道耶和华 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并且以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 以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的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的生命不死 各位你看到拉荷 他的信心 是他相信耶和华 这个上天下地的神 对吗 这个神很厉害 他如果要把迦南地 赐给你们 以色列人 没有人可以阻挡 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 都恐惧了 但是他讲的是什么 谁的神 你们的神 对吗 代表他觉得那时候 神跟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 是你们的神 而且后面讲到的是一个 利益交换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既然恩待你们 求你们也拯救我 跟我的家庭 对拉荷来讲 他那时候的信心 还是你们的神 对吗 只是他相信这个神的能力 各位 我们的信心都比拉荷大 同意吗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会说耶稣是谁的神 我的神 对吗 我们的神 跟你旁边说 你比拉荷有信心 拉荷这样的信心 他继续的相信 他都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他可以存着信心死 各位 你一定也可以 阿们吗 如果你现在还对死亡有点恐惧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要死 放心好了 你只要继续的相信耶稣 爱耶稣 当你来到那一天 你也可以存着信心死的 各位 我们不是靠做什么 或做多少善事 来得着上帝的祝福 人的生命可以有盼望 是因为我们相信什么 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所相信的 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相信耶稣 是一次的相信 一生的跟随 一人必因信得生 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当然会付上代价 就像希伯来书 所讲的这些人物 可是你要明白这绝不是悲情 而是在过程中 我们会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 上帝会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去成就 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会被突破 我们信心也会跟着被提升突破 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并且承认 自己在这个世上 只是客履跟寄居 我们的心中会越来越渴望 那真正的家 那是上帝在天上 为我们所预备真正的归属 真正的安息之所 我们也会相信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物 是这个世界所给不起的 当我们来到肉体生命的尽头 面对死亡 不是担心自己做得够不够 也不是为之的恐惧 而是可以存着信心使的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并且欢喜迎接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事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全心如牙耶稣 将一切尊容都归于我主 你的重复无法测度 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神仇 如同手中将膀 一切奖上都不能够 与你的恩殿相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是地域我主 弟兄姐妹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对你有些提醒 你知道 因为我们华人 我们根深帝国观念 我们不太想面对死亡 我们害怕谈论死亡 但是我们是有耶稣的人 阿们吗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那一切的救恩 我们不太想面对死亡 你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做什么 不是靠你自己努力的修行 来是证明什么 乃是耶稣基督 已经为你成就了 阿们吗 圣经上说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神已经为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阿们吗 各位耶稣被称为是你的主 祂也不会羞耻的 因为祂真的为你 预备了更美的家乡 阿们吗 你要带着这样的信心 行走你的人生 你要常常的从这样的角度去思想 各位当你明白 你是走在一个回家的旅程上 当你明白你在这个世上 只是一个过客 只是一个寄居的 你知道你会清楚明白 你是一个被上帝所拆派的人 对吗 你现在是在出差中 跟你旁边说你在出差 我们人生我们就是在出差阿们吗 你只是一个过客 你是一个寄居的你在出差 各位当你这样去思想 你就会明白 各位如果你今天是被你公司 派出去出差 你在外地在那边出差 你公司拆派你到那边出差 你觉得你会一直想留恋在当地吗 就我一直在那边在那边 就好了就不要回来 是这样吗 不会 你会知道你是一个出差的人 你最重要的是完成公司交付给你的任务 是不是这样 赶快完成以后 我就可以回去怎么样 赴命我就可以回家了 是不是这样 各位当你有这样的思想在你里面 你会知道 今生不管你得到什么 不管你失去什么 你都不需要纠结阿们吗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在出差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我在每一天 我能够行完神的旨意 那才是重要的阿们吗 最重要的是我是相信耶稣的人 我带着这样的信心 过我的每一天 那才是重要的阿们吗 因为你知道你每一天 都更加接近一个回家的旅程阿们吗 这才是重要的 信耶稣不代表我们不会遭遇到任何的苦难 不会有任何的困难 不坦白讲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你会觉得常常都是在一些 劳苦重担当中 对吗 牧师也是这样 有时候在服事当中 觉得很多的事情要忙 想到这个玩完又有另外一个 想到这些事情 有些事情很难做决定 有些事情弟兄姐妹的事情 为他们焦急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有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叹息 觉得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可以安歇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被今生的思虑 今生的劳苦重担 在那边纠结困盲 各位 但是当我抬头仰望十字架 我会知道 我有一个真正安息的地方 我知道我正在回家的旅程上 我知道那位信实的神 他真的为我预备一个真正的家 我心中就会重新得力 有盼望 我知道我这一切的努力 绝对不是突然的 阿们嘛 我不是在那边纠结 而是我该放下的放下 我继续的往前奔跑 因为我要盼望的回到 那更美的家当中 阿们嘛 弟兄姐妹为你自己祷告 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 基督徒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态度 来行走我们的人生 你的人生 才会越走越有盼望 越走越有动力 否则我们很容易 就跟随世俗的潮流 即便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你会被很多生活中的艰难 服侍中的艰难 纠结在那些今生的思虑当中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是有神的人 神被称为你的神 祂是信实的神 当你抬头仰望耶稣 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旅程 你不需要一直纠结 在意你过去所拿到 所失去 所受到的一些什么样的对待 重点是 我每一天都要相信耶稣 爱耶稣 重点是我每一天 都要继续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 就像以诺 她与神同行 是在她人生的生儿养女的过程当中 慢慢嘛 你也是在你人生的每一天 好好的活在当下 好好的爱耶稣 好好的为耶稣而活 继续的行走每一天 你心中不是不知道去哪里 你心中不是没有盼望的 而是你看到天上那更美的家乡 你可以在信心中看见 从远处望见 欢喜迎接 阿们嘛 你的生命会充满的动力跟盼望 好不好为你自己祷告 让我们都可以带着这样的信心 行走在我们的人世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去这样的思想 充满的喜乐跟盼望 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主啊把每一个神的百姓 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让我们在今生的旅程当中 我们知道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跟寄居 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的艰难挑战 就像希伯来书那些人 他们会遭遇到的一样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 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今生的思虑 今生的这些事情所纠结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旅程 主啊我们都是在出差当中 不是一定要得着什么 也不一定要纠结在什么事情上 重点是我们知道那位信实的神 我们的神 祂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 那是我们在世上所找不到的 那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归属安息之所 当我们在今生的老苦当中 让我们抬头仰望耶稣 抬头仰望十字架 主耶稣祂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我们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好来证明神 乃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就是爱耶稣相信耶稣 每一天行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好好的活在当下 我们越走我们会越有盼望 我们越走我们会越有动力 因为知道我们要奔跑回到 那美好的天家当中 主啊把这样的盼望 这样的动力 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牧师还有个呼召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 还没信耶稣的朋友 我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 你也好好的去思想死亡 死后的去处 华人都不敢去谈这个 但是心中事实上充满了恐惧 当越面对死亡 心中充满的就是更多的恐惧跟遗憾 不知道你今生到底做的够不够 不知道到底去哪里 我们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 这是我们传统的文化 就是这样给我们的 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 他都看他是一个独特的珍宝 他不希望我们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 他希望你知道 上帝赏赐给你的生命 是有一个永恒性的 神的独生爱只来到世上 就是要拯救他所创造 他所爱的每一个人 希望他们都可以脱离罪恶的挟制 可以活在神的祝福当中 圣经上说主耶稣来 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使得我们活在那个 罪恶的重担挟制当中 你拼命想靠你自己的好来证明什么 拼命想行善 拼命想修行 不断地做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够了没有 永远活在恐惧控告当中 永远活在恐惧控告当中 你真正的家不在这个世上 而是在上帝为你所预备那真正更美的家乡 在那里 你才会真正的得到归属 在上帝无条件的爱当中 你才会完全的被接纳 好不好 我们想邀请大家都先把眼睛闭上 不要看别人 因为这无关别人怎么看 而是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上帝 他渴望祝福你拯救 他希望你不要再靠你自己 活在罪恶当中打滚 越靠近死亡就对死亡充满的恐惧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要告诉你 你是我所创造的 从你出生我就爱你了 我希望你能够回到我的面前来 上帝希望你可以回到那个回家的路上 不要再做流离飘荡的样子了 好不好我想邀请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对死亡充满的恐惧 不知道你今生努力所做的是为什么 到底够了没 充满了劳苦重担 你今天渴望经历上帝无条件的爱 你渴望能够真正的找到那真正更美的家 真正的归属 你愿意相信耶稣的 牧师在这里有个呼召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耶稣的 就把你的手举起来 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举手的动作 来表达你的相信 一个简单的相信 会带来你一生的改变 好不好都把眼睛闭上不要看别人 愿意相信耶稣的数到三把手举起来 一二三 有没有相信耶稣的呢 感谢主我看到有人举手了 不用管你举的高举的低上 你都看得见 前面后面都有人举手了 这边也有人举手感谢主 你是为你自己而主举的 你不想再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 你渴望能够找到真正的家 真正的归属 感谢主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把手放下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刚才举手的朋友 我要带你做个祷告 你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祷告 你要相信 当你做完这个祷告 耶稣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他要来带领你走上回家的旅程 好不好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靠着我自己生命没有盼望 没有出路 但我今天愿意相信 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 他为我而来 要拯救我 我要打开我的心 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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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跟随他 一生跟随他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祢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回家的旅程 做好让我们的心 充满着喜乐跟盼望 谢谢主 我们感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你们牌手把荣耀给给神 好 弟兄姊妹请坐 接下来是我们每个月第一周 我们要来领圣餐的时候 那还没有受洗的人 麻烦暂且忍耐等候 等一下就不要拿饼跟杯 而我们其他人 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剥开注谢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 这杯乃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为要死罪得色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请简世上长老 为饼跟杯来注谢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祢就先爱我们 并且祢爱我们到底 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 祢破碎身体 代替我们承担一切罪的刑罚 祢流出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物 并且祢在死后第三天复活 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 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 叫我们这一切信祢的人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主耶稣你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你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主你的爱是如此的尝阔高深 超过我们所能测舵 主我们真知道 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乃是出于你的恩典 也借着我们的信 叫神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毫无所夸 耶稣求你的爱 再一次地充满我们 激励我们 兼顾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 主求你带领我们一生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来爱你 也求主按着你丰盛的应许 重重足足地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谢谢主耶稣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诗敬拜 Zither Harp 我的爱你 我的天父 你无条件 为我付出 自然蛋白 Berry 我的天父 教心的身材 那么 祝财 在 祇好 责好 你的 admin greet 祢的爱是何德国为大 主耶稣 祢神要赞美 我美好救助 祢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祢神要敬爱 我亲爱天父 祢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祢神要赞美 我美好救助 祢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祢神要敬爱 我亲爱天父 祢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祢神要赞美 我美好救助 祢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祢神要敬爱 我亲爱天父 祢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那天父 祢神要敬礙 祢神培 祢蛏 逊от 口罩 鼓勂 我们等一下会统一的来用 在领受饼跟杯之前 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求圣灵光照我们 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要感恩的就献上感恩 要认罪悔改的就认罪悔改 同声的开口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 借的圣餐 让我们再次的转向施加 赐下你那尝阔高盛的爱 祖啊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 都是蒙你的恩财成 祖啊让我们脱去一切的重担 脱下那些残累我们的罪 奔那败在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祖啊让我们单单的爱你 单单的跟随你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快跑来跟随你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祖啊带着信心来行走的人事 祖啊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谢谢主我们仰望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主的秉情 让我们也用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主的悲情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使得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得以站立在祢的恩典当中 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 祖啊让我们行事为人 不再是顺着自己的欲望 乃是我们决定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祖啊让我们更愿意祷告的是说 主啊我们愿祢快来 谢谢主我们感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拍手把荣耀给给神 阿们拍手把荣耀给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